诶 怎么同一条路上有两种不同颜色的柏油路 原来是车子停放太久 相关单位铺柏油时 竟然沿着车子四周铺路 新旧柏油的差异明显的非常突兀 这台黑色吉普车轮胎已经泄气 车内也脏乱不堪 附近居民只知道吉普车放非常的久 却不知道车主是谁 这台车是谁的啊 我不晓得 不认识不知道是哪一位的 挺多久了 印象中好像很久了 因为它轮胎也破了 一台上很久了 都没有人来处理 所以说才会这样 是是就这样放 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位 它摆很久了 都没有人脱走 我二年级现在到三年级都还在摆走 我们每次经过学校的时候都是 停车停到附近居民都认识 这辆车真的好牛 路面大片都铺设新柏油 唯独吉普车停的地方特别留一坑 好像变成专属的停车格 针对全台最牛停车格 台东县交通大队也做出说明 民众的反应说已经停留很久的情形了 就是可见这个可能是已经达到 一个就是已经包会车辆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会因为他有牌照 所以我们会查出他的车主 然后我们查出车主 我们一线会请他来清理 或将车辆开走 如果说他没有一线来清理的话 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防保机 来先行一致保管 这牛停车格已经不足以吸引民众的好奇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幕后的车主到底是谁 东太新闻综合报道